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呢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四川的地震消息 曾正值四川体育报记者的畅销书作家李承鹏 最近在他的亚安地震灾区一线报告中说 那天他们去到一个残垣断壁的村庄 一名老婆婆呢从院子里冲出来 指着李承鹏用徒语大骂 大意是你们这些吃公家饭的 就知道拍照片上去交差 从不拿点水和米 直到一个年轻人向他解释 他们不是政府的 是民间救援队来送吃的的 他才嗷了一声 喃喃地说这里没人管 两天都没沾过米和干净的水了 李承鹏的一线报告 除了讲述他在灾区听闻的故事 同时也传达了他的一些观感 他写道有人说政府精力不够 精力不够 为什么不多协调民间的NGO呢 而国人都疲劳了 房子却倒了又倒 日本七级大地震没死人 灾后救援秩序井然 从汶川到玉树到宜梁到雅安 正是中国GDP增长的几年 每一年每一次地震 都在检验着GDP的真实含量 最后他拜托当局 下一次把学校修坚固点 拜托救援时 别只看到国道和县城 想想就在不远处的山上 还住着某位残疾的老人 45年前呢 被称作民主先锋的北大才女林昭 因为批评当局被处决 4月29号就是林昭的忌日 有民众呼吁前往林昭墓前纪念 但是当局提前警告维权人士 阻止民间以各种形式的活动 来悼念林昭 曾经创作了林昭塑像的 北京艺术家严正学 因为日前在自家的活动中 悼念林昭 被当局带到八达岭软禁 在林昭继日过后 才能放他回家 而往年4月29号这一天 湖南绍阳的维权人士朱成志 都会到林昭 位于苏州的墓地祭拜 周三朱成志发推特表示 他刚刚回到绍阳 就被当局人员要求 不得前往苏州纪念林昭 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毛于氏 4月25号在辽宁演讲 遭毛索砸场 据报道 闹场的人是辽宁省 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 随后王新年被带到当地派出所 事后毛索们在网上攻击毛于氏 并指责沈阳公安局局长是汉奸 毛索们的嚣张举止 引起民众的极大反感和担忧 一名陕西西安的网友就表示 司马南 张鸿良 孔庆东 这些文革余孽 妄逐将此事往政治上引 随便给人盖帽子 居心叵测 好 观众朋友 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